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创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周怡清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 Summer你好 你好 Summer想要请问一下 怎么会有创生生物科技的这个存在 它的定位跟它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OK好 创生生物科技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对 其实我们整个的团队组合 原先都是在学员机构里面 是 对 那后来因为产品的这个研发跟测试 其实背后有很多的 就是医学中心的医师给我们指导 然后也有合作 对 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有感受到 就是使用者 他们明显有觉得 他们的肌肤问题有改善 那我们原先其实要知道 学员团队其实都不是很喜欢打破原本的规矩 大家通常做事都是比较保守 那很庆幸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有老师的团队 就学生们 就是也希望一起把这个产品就是promote出来 让更多人认识 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呢 我们才会 甚至突破自己的心房 然后想说把它拉出来 做一个公司 然后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 认识到 然后研发出一系列的产品 就是可以符合不同的人的需求 对 这是创生最开始要创立 其实有先自己过了一个很大的关 OK 对 那最困难的点其实 其实我们未来是希望朝向衣材发展 是 对 那所有的生物科技公司 多半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都会觉得 生物科技这些是要用在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 那我们的目标也一样 如果未来就是中长期我们做到衣材的部分 也是希望可以给就是一些烧烫伤 或者是受伤的患者 他有一个更好的修护产品 是 对 那但是在初期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制作成乳液 或者一般的装品的系列 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肤的状态 保持在一个保水度 是 跟弹性度都可以提升 有一点像是建构肌肤 他自己的健康状态 再重修一次 对 所以创生那时候是因为累积了非常多的数据资料 然后我们也看到确实肌肤的保水度弹性都提升 那你要知道做学研最困难的事情就是 没有把握的事情 我们不说 我们也不做 对 所以其实所有的学研团队其实是 我们不害怕失败 我们会重复的去测试 我们会希望得到更多有效而有力的数据再来做 对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有人帮我们一把就是提出来我们创了公司 然后开发了这些产品 那也发现更多的反馈让我们感动 然后让我们接收到 让整个公司啊 所有的团队甚至是研发的人员 都有更多新的想法 更多新的一个契机 希望把这个产品 把它介绍给更多人认识 对 以往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可能大家会不太好意思去说 或者去介绍 对 现在因为这么多的数据跟反馈 这些支撑我们 会让我们有一种能量 有一种信心就是 我们希望你用看看 对 我们希望你尝试过后 跟我们一样 就是尝试过 就是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我们原本就不预期它能达到100%的效果 可是即便它能够改善你可能50%的问题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棒的回馈 所以我们现在有比初期创业三四年前就是更加坚定 又有信心 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去尝试它 使用它 那产品也从一开始问题肌肤一直到现在的就是晒后修护 是 对 然后一些 现在其实蛮多的护理之家 也开始跟我们就是尝试要合作 对我们都希望其实问题肌肤这件事情 肌肤是人类身体面积最大的一个器官嘛 对 对那我们其实常常会忽略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它或保养它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不想 而是身体里原本存在的基因或者是免疫系统 或者各方面的外在的干扰 有人是对外界的一些东西过敏被触发 那我们都尽可能的去尝试 就是跟大家做这些测试 就觉得抹这个乳液有没有办法让你的状态稍微舒缓 对那我们自己很有信心的说 对这些问题肌肤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勇敢的跟我们一起尝试看看 就是踏出这步 也许之前很多人使用过各个地方各个国家 甚至是皮肤科医师推荐的这些产品 对那我们都不好意思说 我们整个背景都是医师团队 可是我们都希望说不是用医师团队来吸引你说你买这样产品吧 而是说我们真的觉得它可以协助到你 帮助到你改善你现在的问题 那你可以尝试看看 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试用品跟体验可以让大家申请 就是希望大家都来试试看 那如果真的有效可以改变它 请你来持续的使用我们的产品 就是也许可以让你有更棒的一些感受 据我所知您本身就是一个从使用这个产品使用了三年 然后你最后才决定说OK 那我跳下来来支持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个团队 对然后所以不管是在这个公司名称 比如说创生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名称叫做躲科 都有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用意在 然后这个核心的理念呢 就是有让我觉得说你们的这个团队 其实基本上真的是很愿意 就是把你们所有的这个产品 直接就是跟消费者做这样的互动 然后装品的部分 它基本上是不需要经过医师处方就可以使用 对不对 但其实你刚刚在讲的这个上面 是不是我们消费者不需要知道我们的很特殊的 它比如说胶原蛋白 它其实不是猪皮 不是一般对大家所常见的 是一个很特殊 跟我们台湾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这个部分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OK我们的胶原蛋白比较特殊是 无锅鱼皮萃取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台湾雕 对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是 当时看到巴西的团队有研究报告指出是 用这样的钓鱼皮 就是无锅鱼皮来做一个烫伤的伤口修复是可以 长期敷者一直直到它伤口好了 它会直接的剥落 就不用经历这些患药的痛楚 对那我们也很惊讶 因为在我们以前的观念里面 大多数的肤料我们都是以猪皮为主 对那其实猪皮比较特殊是 它跟人有共通的病源 对那鱼反而是没有的 对那我们团队整体的研究方向 以往也是着重在可能猪皮牛皮上面 但发现这一个研究报告之后 我们就整体修正方向 然后大概在一两年的时间 我们就把它做了各种方式的萃取 然后也做浓度测试调整 那有发现它的修护力 大概是猪脚炎蛋白的三倍 对但是呢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那可不可以吃 可能近期太多人都有这些 就是台湾其实蛮多做这种食品保健 对那我们就说 吃当然也有上 可是对我们来讲 因为皮肤它是就是在最外层的 好如果我们用吃的 其实是从最里层 要再补到最外层来 它相对来讲 其实没有这么显而立见的效果 对那我们反而是精疲吸收的效果是最好 所以我们一样是从外敷的状态开始使用 对然后让这个胶原蛋白 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皮肤测试 对都有发现 确实可以提升皮肤的健康度 对我们才想着说 那来试试看吧 就是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不同比例的调整 然后做到一个让大家觉得 这个产品是舒适不粘腻 然后可以改善皮肤 大家可能现在看我比较看不出来 我大概在还没有使用产品 就是三年之前 我其实是问题肌肤 是 对而且敏感肌痘痘也都会有 对但是我大概使用这个产品一年之后 我的痘痘全部都消失了 对然后我也 我其实常常在晒太阳 因为要潜水 在一般有在潜水的朋友之间 大家应该也都会可以看得到 皮肤比较容易因为脂外线的伤害 所以会干燥 会比较容易产生斑点跟皱纹 对那我的状态 如果45岁敢不化妆出门 对就是我可能也需要一点勇气 对但是其实我的勇气是来自于 我使用产品之后 我的肌肤的保水度跟状态 一直都维持得很好 即便我在晒伤之后 你会发现有几天 肌肤真的是处于一个非常干燥 就是像沙漠一样的状态 对那你会那几天 会尽可能的用产品去修复它 那在这个时间过了之后 大家都说常常都说要敷脸 但是我是一个蓝女人 也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对我就是正常洗蟹之后 可能就是拍一拍 对然后就这样完成了我的保养工作 对所以算是对 蓝女人来讲也是一个福音 就是那我其实不太需要想太多 它其实就可以把我自身的肌肤状态 调整到一个比较有水可以平衡的 对我现在不管说我的皮肤很好 可是它是一个很健康的肌肤状态 对所以我会希望说 大家来使用产品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它可以达到一个多好的功效 市面上的保养品其实也有千百种 对那为什么我们特别在问题肌肤跟晒后肌肤的护理 是因为这几年有看到太多的肌肤问题是很难够很难能够做处理 包括皮肤科的医师 是 他们也很辛苦 对因为皮肤科门诊的人数持续的在暴增 是 对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产品比较倾向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自我照顾跟保养 那相较于欧美品牌他们是针对欧美的气候跟状态来讲 我们这个东西就是针对我们台湾的气候超湿 然后可能问题肌肤 我们目前收到反馈在做产品的微调跟修正 都是来自于我们第一线接触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台湾的使用者 对 是 其实从刚刚的这个您的分享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公司的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 那如果说 在做依财的这个比较中长期的计划之前 我们最主要就是跟消费者做一个直接的接触 然后我们有这个试用品可以让他们使用 可是你自己本身又是一个三年的一个使用者 所以你才会转到CEO的这个角色 对不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作为一个CEO对创业者 在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好 这比较有趣是因为 我早先大部分其实都是顾问就是陪跑的 会看着很多的创业团队去成长 冲撞 那我们在旁边尽可能的帮他们做一些修正跟微调 但是在做顾问的过程里面 其实如果我是陪跑的这个顾问 我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时间 必须要了解整体的公司的团队 还有经营者的理念 是否可以达到一致的脚步 那在这么多的团队里面 为什么这三年看着他们成长之后 最后会决定要下来帮忙 应该是说 不能算帮忙 应该说我觉得它是我想要去完成的一个梦想 是 对 因为创办人想的事情是 未来我们这样的衣材 作为肤料 它可以帮助更多的病患 更多的烧烫伤的患者 那做成一般的凝胶来使用 在修护力也比其他的产品要好 是 那即便它在现在这个level 我们在生意等级我们做成装品 我们其实也已经帮助了蛮多的问题肌肤 对 那我们其实想的是 我那时候为什么走了三年会觉得可以让我放手一搏 要跟这间公司一起走 我觉得他们很重要是第一件事没有忘记初心 是 对 就是他们的初心还是希望可以走向仪彩 帮助其他人 那再来是团队 团队时刻愿意调整自己的脚步 是 这不容易 对 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点 对 然后 我们是会碰到觉得说 我要坚持 我要坚持信念 我要坚持这样做 但我发现这个 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团队 每一个文化都不同 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是 好 如果你 你愿意带我们走向更好的地方 或者我们走上一条 即便是更艰难的路 我们大家都愿意一起走 一起调整 我觉得这是很少见到的一个团队特质 对 所以 以这样的团队特质来讲 我 相信这间公司 它会 就是 更有抗压性 更可以具备 这种 在整体的这种商业圈中 它有生存的动力 因为有理念在支撑 对 然后 就是希望可以跟 因为我今年接任 但是 从第一支产品 开始在打样 我就其实陪着他们一起走了 所以我也像一个保姆 保姆一样就是一直陪着他们长大 然后但是现在看到他们可以走向更好的地方 我觉得我也要下来 就是一起牵着手一起往前走 那这觉得 这决定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对是错 因为创业这条路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你讲未来 会有什么样的蓝图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预知 那我只能希望就是进到我百分之两百的权力 就是来支援这个团队 这个公司走向一个 走到他们想要的那条路上 对 我必须要说就是 我们对很多人的科技人的观察 好像觉得他们就只有技术的那个面 实际上可以让他们这么专注在科技的研发当中 他们的人文素养也都相当的高 然后我也发现您在很多自媒体的这个 我不想讲经营 而就是说你在跟中专消费者的接触上面 你也把你的这个人文素养带进来 或者是你个人的嗜好啊 兴趣啊 潜水啊 或者是你看动漫啊 这些啊 这个都希望将来就是应该是此时此刻 我们就不要怀疑 我们可以去进到我们的这个躲科里基的这个世界当中 去看他怎么样去跟消费者去做一个互动 然后用一个真正适合我们 以及适合地球的这个产品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高兴 能够邀请到创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行长 周怡清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分享那么多 谢谢您 谢谢 谢谢